大家好,我是文瑞 5月17号这一天在网上有两个消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这两个消息是由企业预警通APP的两个截图传出来的 涉及到两个城市 一个是贵阳市,一个是呼和浩特市 这两个城市简单讲吧 就他们现在没钱了 财政非常紧张 债务问题非常严重 然后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它整个事件泄露了一个非常大的秘密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先看这个贵阳市 贵阳市它这个文章 这个就是它的截图里面有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贵阳市财政局 扔面临可常债财力不足 防暴雷压力大等困难 它这文章里面用了一个扔 为什么这么用 咱们一会咱们再说 然后它这个文章就讲 简单说吧 就是贵阳市财政局说吧 就是这个贵阳市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常债的高峰期 面临可常债财力不足 防暴雷压力大 非资金技术手段 化债以基本穷尽等问题 然后又说后续化债的这个任务面临较大的这个困难 简单讲吧 就现在需要还的债太多了 但是呢 我们没有钱 然后很多债呢 可能就要违约了 怎么办吧 然后呢 现在吧 除了这个资金这样的手段以外 就是非资金的这个技术手段呢 也基本都没有了 没有了 然后后面的困难很大 怎么办 这不你可以想想办法吧 北京 对不对 你再也不想办法 那我们就只能撕给你看了 就这基本是这么个意思 你知道吧 然后呢 就是我谈到这里面的贵阳市啊 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 哎 贵阳市好像大家能想起什么 对不对 大家就能想到啊 贵阳市它是贵州省的省会城市啊 贵州省的省会城市啊 对不对 那么我谈到贵州的这个债务 大家是不是能想起一个什么事情来 对吧 就在一个多月以前 4月12号那天 当时吧 就是大家也看到了一个 就类似的这个文章 它是由这个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发的这么一个文章 意思 它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说这个贵州啊 冒号化在工作推进异常艰难 靠自身能力已无化债方法 然后里面就讲说什么呢 现在这个就是说 这化债的问题啊 是重大而又急需解决的问题 但受之于财力水平有限 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 仅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看到了吧 这话呢说的很明确了 我们没办法了 你们看着办吧 然后他就下面也说的很清楚 说这个就是下一步 教研组将向国研中心啊 就是这个国研发展研究中心 争取智力支持 就是我们啊 没有前世纪外面 我们想不出什么法子来了 你们不是聪明吗 你们看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智力支持 然后为化解贵州地方债 提出可操作性的 可操作的建议哈 整体上吧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为什么把这两个新闻 这个对比来讲 我再强调一遍啊 刚刚过了一个多月啊 是不是 当时这个就是说 贵州省这个政府研发中心 发出这个文章以后 四月份的时候 引起了多大的这个反响啊 中国国内包括国际社会 都在都在这个看的时候 哎呦 这不就直接在叫板中央吗 对不对 这不就死给你看 你要不给我钱 那你看着办哈 你要不给我钱 我就关门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基本就是在叫板习近平了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想法可能是啊 那既然贵州已经这样了 那习近平怎么得想办法 抽点钱给他解决问题啊 是不是 结果可得好 结果可得好 刚过去了一个月多一点啊 贵州省的省会城市贵阳 又开始说同样的这个问题 你看他刚才提到说 仍面临可常在财力不足 这仍为什么用啊 就说上个月啊 我们说那话中央没给解决 所以说呢 这一个多月过来了 我们仍然很难 就这么个意思 这是我的理解啊 那么这里面暴露出了一个什么 很大的这个秘密的就是 中央北京习近平 现在也基本上是潜力于激情了 有没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就是说他中央财政啊 我们还是有钱的 但是我就不帮你 对吧 就不给你 就不给你钱 对不对 我们都说了 谁家自己的孩子自己抱 对不对 存在这种可能性吗 我觉得不存在 对吧 他话是这么说 自己的孩子自己抱 但是说 整个这个贵州省啊 贵阳市真要躺平的话 真要关门的话 那你说这个北京的脸往哪放 习近平的脸往哪放啊 对吧 他还得管 对不对 他不可能不管啊 对不对 那他没管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多月嘛 人家就说这个事 基本就是没有管 或者管也只是 非常少的这个金额 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啊 那就说明什么呢 他确实是没钱了 不是有钱 不管 确实是没有钱了 他不仅是没有钱 而且就是说 刚才我提到那篇章里 他不提到说 像这个国务院发展金中心 争取智力支持 就说你没有钱啊 你看有没有什么技术手段 非资金的技术手段 你看能不能帮帮我 对吧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 什么 你看能不能解决 也没有 对吧 钱没有了 其他的技术手段 也已经是没有了 钱力击穷 啥办法也没有 所以导致了 贵州省先发一篇文章 一个多月 一个月刚过一点 然后贵阳市财政局 又直接发文章 那就直接打脸中央 打脸习近平了 你说这事怎么办 那么这个天大的秘密 就是中央 对于地方财政的问题 对于地方的债务问题 基本上已经是 钱力击穷了 没有办法 所以呢 才出现了另一个城市 胡浩特市 把内蒙古的这个省会城市 胡浩特 也发了一个文章 说什么 他这个文章说 隐性债务 还本负息压力大 通过其他措施 化解债务的余地 越来越小 你看说的这话很直接了 然后他就讲说 胡浩特市现在的困难 包括收支平衡难度大 这个债务负担重 暂付款消化难等困难 这债付款什么意思 我查了一下 占付款的意思就是指 在资金活动过程中 发生的应收 或暂付的代解款项 这个大家都不用了解 就是他这里面有一个特点 叫什么 占付款应当及时清理 不得长期挂账 这么意思 你得赶紧还 赶紧还这么意思 所以说这对于一个个人也好 企业也好 特别对于政府来 它是很困难的 对钱你必须得 马上还马上还 这样的资金很多的话 你说他怎么能受得了 是不是 所以说整体上就是 中央没有办法了 贵州的事解决不了 那么胡豪特的这个事 也就出来了 整体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而这里面我要强调一点 就这些地方官员 他们是非常了解北京 了解习近平的心思的 习近平是特别要面子 他总要展示这种大国崛起 对不对 万国来朝 对不对 千古一地的这种风范 他总是想这样展示 对吧 那你说你们 这些地方政府 对吧 发这样的文章 那你会让习近平 非常非常恼怒的 对不对 特别是在今天 习近平这两天 不要开这中亚峰会吗 对不对 在西安又是大铺红地塔 你看这个楼前面 他习近平就像展示自己 好像对吧 被万民仰带 然后又是对吧 万国来朝的这样的一种气象 结果这个时候 可倒好 你搞一个你们说 地方政府没钱 就会让习近平多生气 但是他们还是发了 这样的文章 就说明什么 他们也没办法 实在没有办法 一点招都没有 这样下去简直太难 太难了 对吧 只能是撕给你看 如果你觉得 我们冒犯了你 对吧 冒犯了你习近平 那你就把我 把我这个乌纱帽拿掉 那么也可以 对吧 就干不下去了 太难了 对不对 他们可能是 出于这样的一种心思 才做出这样的一件事 所以说整体上 你看这个地方财政 它这个困难 就说它不是说 单纯是因为土地财政 没有这么简单 前两天我不会提到 这个就是说 中国烟草集团 这个事情 对不对 现在说很多老百姓 手里没有钱 对吧 可能抽的烟就少了 或者是买便宜的 20%以下的 是不是 那整体这个中国烟草的 它这个收入也少了 它能交的税也少了 就是说 整体地方财政 它的这个降低 它是在各个方面 不是单纯因为地卖回去了 不是这样的 各个方面 它都在减少 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 所有的资金 都在这个干枯的过程 这个当中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难度会越来越多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贵州省 或者是内蒙古 或者什么贵阳市 胡浩特 以后这样的事情 会越来越多 甚至已经出现了 只是其他地方的 这些官员 他们胆子没有那么大 他们不敢说 还在看风向 基本上就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预见 在未来这样的事情 会越来越多 大家都看习近平 习近平手里面 也没有钱 也没有办法 我一直讲 他周围那些人 对吧 都是一些饭桶草包 是不是 也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用 所以这就是呢 整个中国这个体制 北京中共这个体制 面临着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一定会让习近平 非常非常头疼 所以说吧 在整个这个经济 下滑的过程当中吧 肯定会有很多具体的 就是说 让人看到 触目惊心的 这些事情出现 然后呢 出来的时候呢 我再一点点 给大家这个 介绍分析吧 好 这就说这么多啊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